會有老師帶著去寫什麼爆牌 我被騙了兩萬啊 電話詐騙 他騙我說他是我兒子 借我一點 四十萬 請問是陳小姐嗎 你有在網路上買軍艦船嗎 OK今天我們終於回歸到街頭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戴著口罩 原本千禧應該在我旁邊的 但為什麼他不能來 他沒有打疫苗啊 所以他不能來了 所以我今天帶了一個 不用打疫苗 就可以一起陪我訪問的同伴 就是我們的胡椒粉 胡椒粉 欸欸看鏡頭啊 你覺得今天第一次當POP DADDY的主持人 你有什麼話想說 嗯? 不曉得大家覺得台灣的詐騙到底多不多 你們有沒有接過詐騙電話 或是在路上被強迫推銷過愛心筆呢 以及大家覺得傳直銷到底是不是詐騙 我們一起來論問街頭上的路人 Let's go 台灣是一個詐騙很多的地方 還蠻多的啊 人心嫌惡 是越來越多 要看是哪一種詐騙 騙錢騙色都可以 我感情就有被騙過 這個愛情的爛東西 那你們有沒有經歷過 就是實際上被騙到的 接過很多啊 郵局打來啊 蝦皮打來之類的 更改一下什麼提款帳號之類的 蝦皮可能就說你的訂單 重複訂購到始祖商品 那有身邊朋友被騙的嗎? 有被騙可能三千五千的那種 點數卡之類的 色情的嗎? 對對對 他就看那種美女圖 就加LINE 就表示了 金蟲衝腦啊 然後就 所以他的起因是買妹妹嗎? 看到色情廣告 然後就 會點數卡給他 那之後就沒了 就消失了 戶頭只剩下97元 還不曉得被騙 你各位 管好自己的小頭啊 我本身就是受害者 電話詐騙 上次我差點從銀行裡面 就提錢給我兒子了 他騙我說他是我兒子 剛開始的時候 他沒有提錢什麼的 他只是說 他的手機壞了 叫我把他的電話號碼 他的那個帳戶 通通改掉 結果第二天的時候 他就打個電話來 媽 他說我跟朋友合夥做生意 缺一點錢 我現在都是定存拿不出來 你借我一點 然後我再還你 40萬 40萬在我們來講話是說 還好 想說兒子平常也不會借錢 那他有困難就借他嘛 我就到銀行去 我還問他 我說那銀行帳戶 還是原來帳戶嗎 他說沒有沒有 我現在是 我那時候就覺得怪怪的 結果到了那個要提錢的時候 小姐說 現在這個連關喔 你小心啊 他說你要不要再確認一下 我就打電話過去 我說這個錢我已經在準備了 我說可是你告訴我 你爸爸叫什麼名字 這邊的聲音 就 咯啦咯啦咯啦 然後他說 好啦我講啦 我說我沒有聽到 說我講啦 結果就又聽到 咯啦咯啦咯啦 他是故意假裝訊號不好 他說你要不要借 不借就算了 我不要了 他就掛了 然後他就死掉了 那我就確定是詐騙 他很過分 第三天 他打電話來罵我 他說 他說我找你借錢 你不借我 你不借我就算了 我做生意萬一失敗 到時候警察來抓我 我去坐牢 看你怎麼辦 當我一聽就更火啦 干我屁事啊 你跟他殺生要威火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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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所以一半兩萬 因為他那時候跟我說 他黑貓 沒辦法隔天 但要隔一天 剛好因為我有一個認識的人 就是在攝影方面 老師跟我說 通常隔一天就是 車手要領錢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被騙 然後我趕快去報案這樣子 然後後來也確定就被騙 那時候就是讀書嘛 啊就很無聊啊 啊就是想要賺錢之類的吧 每天晚上八點會有老師 帶著去寫什麼爆牌 你就跟著轉就對了 詐騙網站 就是可能第一次一兩次 就可能讓你小賺 然後第三次就直接虧掉 那你再儲值 有點像是賭博是不是 對他應該就是賭博 你花了多少錢 我被騙了兩萬啊 他就是白症 你也被騙兩萬 比較嚴重的 沒有比較嚴重 被騙說要股票那方面的 10多20萬 10多20萬不嚴重嗎 10多20萬好像很嚴重啊 還好嗎 40萬在我們來講的話是說 還好 真不愧是信義區 哇 就是打電話說 你爸媽就是出事啊 然後到醫院 要急救要繳多少錢 你是高中生 你怎麼會有錢 我沒有錢啊 他就會說 是不是要爸爸媽媽戶頭的密碼 誰會知道 爸爸媽媽戶頭的密碼 我就說 喔我知道啊 我說1 2 3 4 5 6 7 8 9 10喔 你就慢慢的數吧 他就打了欸 問說 請問是陳小姐嗎 你有在網路上買軍艦船嗎 很大殺的那個軍艦船 你說可以開砲了那個 對 對對 然後我就有點嚇到 買軍艦要打給蔡小姐吧 你們覺得 直銷 傳銷 算是詐騙嗎 覺得應該不是吧 他其實是叫你買東西欸 你並沒有被騙啊 你只是被他的銷售手法說服了 只是像有些直銷就很誇張 用誇示吧 比如說你吃了某個東西 無病強生啊 吃了什麼就沒有病痛啊 什麼之類的 誰叫你亂亂先啦 說什麼小弟弟掉了 吃了花粉 他自己會長出來 傳銷就多成是傳銷嘛 但是台灣的法律上 算是照片的一種 過法的地方就是 他們會用就是會員制 然後可能他們沒有產品 對 然後講說你拉一個人 就可以賺多 拉一個人就可以賺多 對對對 那如果有產品呢 有產品的話 其實在法律上 就不叫傳直銷 這個就叫專業 那你們有朋友在做相關的 傳直銷的工作嗎 我爸爸是去做直銷的啊 他之前直銷中毒比較誇張 是那種他每次看到 我說我這個月要做幾百萬啊 上線然後賺多少啦 然後都開勞思來思啊 結果你爸有開勞思來思嗎 沒有 爸爸做的鑰匙鑰匙 我剛走過來的時候 你覺得我看起來像詐騙嗎 我剛走過來的時候 你覺得我看起來像詐騙嗎 像賣愛心底 像賣愛心底也是 而依照是違法的規定 牆賣護品者可處三日以下拘留 或新台幣一萬兩千元以下罰還 你會覺得我過來的時候 我看起來像詐騙嗎 我覺得你很帥 我這樣子你也看得出來 我底下很醜 就是長得帥帥的 內心壞壞 哈哈哈哈 欸你知道 你今天超沒用的欸 欸欸欸欸 你看 你除了拉尿拉屎之外 你在我旁邊的時候 我一組人都沒有 都沒有問到 你知道 每個都看到我都 欸不用不用不用 你要不要說一下你的感受 欸 我下次不會帶你來了 他一直試圖要尿 可是沒有東西出來的感覺 好療癒 哈哈哈哈 你有帶尿布你知道嗎